大家好,我是刘洋PD小苗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刘洋PD的小课堂 今天我会带大家做一下这一次换题剧中 新的高评题,旧时期时代人的生活 好,这一道题我们已经收入到 刘洋最新的高评考题基金里面 如果还没有领取基金的同学 可以点击前面文章的链接进行下载 好,如果还没有阅读过这篇文章 同学可以按下暂停键 把全文通篇理解 然后再听后面的分析 现在我已经假设大家把整篇文章 都已经通篇读完,理解过了 那说说大部分同学对这篇文章的感觉 就是第一个,文章篇幅比较长 第二个,生词比较多 是一篇比较难的文章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类难题呢 首先,第一个要建立起答题信心 其实越难的文本答案很有可能很简单 直接从原文中就能找到 这道题就是这样的 那越简单的文本 答案有的时候其实并不友好 需要自己真的完全理解 总结大意 所以碰到难题的时候 一定要运用自己考试的小聪明 从文章中去找到答案 第二,信号词极为重要 它能有效提高我们对文本重点意思的判断 帮助我们更好的筛选文章内容 找到重点信息 信号词还能够帮我们避开生词 其实很多不认识单词和解题并无关系 好,下面我们就来逐段逐句的分析题目 好,我们一起来看见全文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就在说 旧石器时代人的生活 它是从三方面去了解的 第一个就是饮食 第二个就是从工具和武器 第三个是它从他们的居住的地方 debris debris这个单词是一定要会的 和解题直接相关 必须要背 第一段摄影的句子 文章虽然有点难 但是你会发现它有大量的信号提示词 而且都是你认识的 比如说hunter gathers 那就表示他们是猎人 他们是采集者 他们可能捕猎 好,bigger herbivores 这个单词本身表示食草动物 但是会有点难 我不一定认识这个单词 但是你会发现后面几个单词 全部都是饮食词汇 蓝莓,树叶,树根,野生的水果 还有一些香菇 这都是你的食物 所以就跟你的muse直接呼应 后面又继续讲 他们的捕猎是无差别的 很有可能是因为 好,注意一下 perhaps because because出来以后 这个单词后面的文字就不用去看它 因为它就是对前面 这个捕猎无差别化的解释说明 记住解释说明的东西 不要抄 好,第二个 下一句话又在说 他们for example 好,看到for example两个字 我就很开心 这一句话整句删掉 不用管它 没有人会抄例子 这一段文字的最后两句话 最后两句话 我会发现最后一句话 有一个词however 当你出现however 这样的组合模式的时候 however前面的那一句话不抄 表示前面那句话表示虽然 对不对 however本身所在的这个句子 一般是会抄它 因为虽然后面讲的重点是吗 但是怎么样 那但是永远是出重点信息 那为什么我们这道题里面 不会去抄however后面的句子呢 因为however后面又是一个例子 它讲的是三文鱼的概念 三文鱼也是饮食中的一个 所以当你是在例子方面的转折的时候 就没有用 如果是观点内容转折的话 永远记住抄观点however后面的句子 但是出重点 记住这个游戏规则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 整个文章第一段剩余的句子 都可以不用抄 因为它在呼应全文第一句话中的 muse饮食方面的问题 好我们来重点再次提醒信号词积累 信号词because后面内容一定不抄 信号词for example后面内容也一定不抄 信号词however出现的时候 想想再抄 如果是例子方面的转折 不要抄 如果是观点上的转折 永远记住抄 转折之后的观点内容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段文字 第二段文字说的是 旧时期时代人们的居住情况 有很多的表示地点方面的名字 所以说是cave man对不对 好然后他们什么不住在这些cave里面 不是住在这种山洞里面 他们而是 这个时候注意一下 rather这个单词一出来的话 就记住一定是说什么 rather后面的内容 因为他前面说了很多 他们不是在哪里 而是在clips 就是住在悬崖旁边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重点信息 肯定是而是后面的内容 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信号词 好看到especially这个单词 恭喜你especially文字后面内容 全部不用看 因为它是递进 一定是对前面一句话的解释说明 或前面某一些单词的解释说明 不用管它 好再往后面走 下面也是出现了很多plans plans表示平原 出现了vallies vallies表示山谷 还有tans表示帐篷 对不对 还有后面又出现了什么 russianplans 更加多俄罗斯平原 还有个hats hats这个单词稍微有点难 一般这个单词表示茅草屋的意思 跟我们hub这个单词比较接近 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最后一句话的话 也不会影响你整段文字的 大意的方面的猜测 它就是在讲 这些人住在哪里 怎么住的 好 通过我们刚刚第二段文字的分析 我们就会发现 文章第二段文字 还是对全文第一句话的呼应 它在呼应文章第一句话中的debrace 所以这样的话第二段文字也可以不用超 好信号词积累 当你碰到信号词especially的时候 后面内容不超 它就对前面某一句话 或者某一些单词的解释说明递进 第二个 碰到rather这个信号词的时候 前一句话内容不超 超rather后面的还是一个概念 虽然怎么样 但是对永远记住转折之后出重点 你学会了这样的思维 就能够有效的帮助你去掠过你的声词 第三段文字可以看到 刚刚给大家标准出来的红色字体 那也是出现了很多什么工具和武器 比如说有毛有剑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武器和工具 那最后一段文字又说 做了很多knives也有tools 所以从这整段文字来看的话 你就大概能看到 从头到尾都是在讲工具和武器方面的内容 那flint这个单词 napping这个单词 我都不太认识 不影响你做题 从头到尾你就已经能猜到 他是在讲武器 那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就知道 最后一段文字的话呢 也是对全文第一句话的呼应 他在呼应那一句话里面的tools and weapons 信号词积累 注意当你出现信号词mean的时候 后面的内容不超 因为mean就在解释说明前面那个文字 那通过对全文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 最终答案就是全文的第一句话 直接把它照抄下来就可以 那我们在做swt的时候 能够从原文中摘抄答案 就从原文中摘抄 实在不可以没办法采用自己的话说 好在接下来的几期小课堂上 我会带着大家把这一次所更新的一些新的高评题逐一讲解 听完分析之后你就会知道原来做swt真的好简单 那么在刘洋的正式写作课上我们会学到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教你如何在词汇量不够的时候把题目给作对 比如说你的swt如何跳过声词把它给作对 第二个话呢还会给大家教大作文的思路 因为模板其实都差不多都很好用 但是对于题目没有思路会导致考试的时候 做题时间不够严重影响写作分数 好课程内容会每周更新 讲解都是高评考题 并且重点训练你的临场反应能力 最后课后你的作业会由我来给你每天批改 进行一对一的纠错 达到我的标准你就可以去考试了 一定是高分 那就跟这些同学一样 这些都是我们近期流氧pt保国班里面考过的同学 好了最后记得关注刘洋的公众号 里面会定时发布这四种干货信息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刘洋pt的小苗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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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